现实生活中,女人越来越强 男人活得有些像女人 女人有的时候像爷们 如果两个人彼此之间这种态势能保持均衡 心里都不难受的话,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男人心里过不去 觉得这样没面子 爱情的问题就来了 在爱情保卫战中有这样一对情侣 一个男大学生爱上了一个食堂妹 看起来妹妹是高胖的 但是现场的情况却让我们大跌眼 我和可可是在我大三的时候 她在我们学校是一个打工妹 她在饭堂打工 给我们打饭打菜的吧 那你就是为了让她多打饭菜 所以你看 不是的 刚开始我经常去那吃饭 然后她经常给我会多打一点 我哥们就会说 小强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不是对你有意思 就是看你当时讲的比较胖人比较实在吗 然后我想打少了她可能吃不饱吗 所以就给她多打一点 那不是其他的胖子也去吗 你怎么就给她打得多了 还是喜欢 所以说我就认为她喜欢我吗 我对我有意思 然后在 也算在哥们怂恿下吧 自己确实也挺喜欢的 觉得她和大学里面的那些女孩就不一样 我从她身上看到那种朴实和纯真 我就去追她 我当时呢就根本就没太在意 我们俩真的很不配啊 她是大学生 我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 我刚来到这个大城市 我根本就不敢去想象 会有这样一份感情出现在我的面前 交往没多久 她就不满意我的工作 让我再继续上学 让我去读成教 我不是不满意你的工作 我当时跟你说了 我想以后跟你在一起 为了我们俩的以后 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个更高的学历 以后更好的去找工作 我考虑了她的起义 我想跟她拉近一些距离 想跟她一起走得更远 然后我就去读了一年成教 挺好啊 但是在我读成教的一年当中 你问问她自己干了什么 你干了什么 她打工的时候 她把所有的 基本上所有的钱都给了我 我家里面很穷 我读书的时候 基本上是靠自己 除了学费 我父母的 等于人家供你是吧 她供我的生活费 然后你呢 我拿这个钱去供了别的女人 让我去读成教 你就是为了支开我吧 你跟她早就开始了 我不是想支开你可可 那个时候我真的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鬼迷心窍了 我觉得那个女的 打扮得挺时尚的 然后天天 跟她在一起 你如果嫌弃我的话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不必要用这种方法 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是嫌弃你 我觉得我跟那个女孩子 有共同的话题 一边打工 一边上学 省吃钱 又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她 这件事 可可我对不起你 但我 我 后来呢 后来我和那女的分手了 我觉得 我还是喜欢她 如果她当时要是不哭着 向我跪倒的话 我根本就不会原谅她 确实在这方面 我改了 我跟她好了之后 我没有和其他女孩子 有过 就是过分的那种交往 毕业以后 我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 从销售底层 做到现在的主管 她毕业一年多以后 找了很多工作 没份工作 干不超过一个月 天天待在家里面 当时我在找工作的时候 境遇停产呢 她没有像我的朋友 或像其他的朋友一样 给我鼓励 给我安慰 她对我的只有责骂 就指着你 你今天怎么出去 又没找到工作 你是干什么事 你是一个男人 她都这样做了 你为什么还不找呢 我需要的是鼓励 不是她的责骂 你越骂我就越不找 是这意思吧 我刚开始只是这个样子的 我从刚开始的温柔贤惠 我的包容 可是你看到了吗 慢慢的我放弃了 我没耐心了 直到现在的仙思底里 我是为了谁啊 我 你忍心花打工妹的钱吗 拿她的钱 你去孝敬 去讨好别的女生 你丢人不丢人呢 你是不是白眼了 爱上一个贪婪的女人 她会耗尽你的金钱 当然 我还有一个好适媒 她会耗尽你的金钱 我感谢你 最爱是一个小鬼 你这个是一报审判的 是一报的 还是一报的 我感谢他 是一报的 意见 怎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